叔叔阿姨好 你们今年多大岁数呀 你说吧 我今年七十 七十 叔叔呢 我比他大一岁 我七十一 我俩都是东北的 哈尔滨的 入住圣泉幸福家园二年了 你们身体也不错 当时是怎么想着来这儿住的呢 进养老院呢 我先说 过去养老院吧 我们也有一个不同的见解 就是一般的也没有办法了 或者是人老了 或者是家里也没有办法伺候你了 这样的人到老的时候就上养老院 这是过去的一种想法 原来我们是每年春节都回家 这有两三年没回哈尔滨了 原因是啥呢 哈尔滨比较冷 还不如咱们在这儿 就在这儿干脆不动了 这二年我们基本上就没回去 我们在荣城有房子 我们基本上不回去住 那房子就闲着了 原因是说这块 从生活上就每个细节都做的都比较到位 这个圣泉这个无论是从这个生活上 还有其他房子都无畏不至 就是您当时是在荣城买的房子 买的商品房 买的房子住过没有 我们住了8年 就在那儿住了8年 住了8年然后过来上一边南洋了 现在我们来山东一共是10年了 来山东10年了 在荣城当地有房子 然后咱们还是到养老院来了 对 到养老院开始我们听别人说 圣泉养老比较不错 也进行考察 考察一看 这个地方确实不错 环境也好啊 空气也好 有山有水的 另外据说他这个老年大学 就学养结合啊 搞得不错 我们试验一下了 确实是 他这里头这个设置的符合老年人 你比如说这个 能唱歌唱歌 能绘画绘画 能学点音乐 学点音乐 而且呢 不同层次的 你说自理办自理的 或者这个都不同层次 都有些活动 这样对不同层次的老年人 确实有不同的需求 这样精神生活呢 不但物质生活丰富 精神生活也极大提高了 因为我过去是搞政治工作的 咱不说文化素质很高 就是对文化要求 需求啊 比较渴望 不能每天就吃得碎 碎着吃不行 我还比较喜欢文艺 愿意唱歌 每天都想唱唱跳跳 我参加了咱们那个圣权老年大学 那个就是那个就是唱歌班吧 我们每个星期要有两次集会 有老师教我们唱歌排练节目 每当每月都能演出一次 这样我们文化生活就极大提高了 精神状态也不一样 今天这个衣服是不是也是平时可以演出一样的 这是我生前我们订着演出服 我们上威海有一次演出 我们这个老年人都订了这个演出服 为了使这个节目演得更加精彩 八一天几天 八一天几天 那天我们三十多人正好是还几天开业 受到了领导的表扬 说这老年人这个面貌不一样 而且询问了这些老年人的情况 而一一介绍了他们的年龄和地域 大家都感觉很吃惊 八十多岁七十岁的老年人这么个精神状态 脚的挺吃惊的 在台上受到大家的衣食好评 自己也感觉很欣慰 阿姨您感觉在这怎么样啊阿姨 那个我感觉在这吧也是很好 你比如说像我们在这块服务员对屋里的打扫尾声 那什么的都很周到 你要是觉得哪块不合适了 你跟他说一声他立马就给你打扫 服务员也都很好 另外就是我们在这块 你比如说你要是有点什么不变了 你要是什么活干不了的了 你一叫服务员他就很快乐 很高兴的吧就是帮着你把你不能干这活都帮着你干了 原来呢我俩准备就是冬天在这住夏天呢回荣城去 但是住了一段时间呢这个礼这个观念呢就改了 夏天也不回去了 就是一年四季都在这 是回荣城还是回哈尔滨呢 回荣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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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就想两个地方住嘛 现在就是说就是在这一个地方住了 我们荣城的房子也闲着 也在那搁着 所以说咱们这块吧我觉得就是 因为咱们这是居家养老 和在家里住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而且呢就是说各方面呢还都很好 就像家一样的在这块 条件确实很好 我们要是你比如说你要是想找谁玩的 你在这个楼道里头喊一嗓子 基本伙伴就都到位了 打胡椒了打麻将了基本就都能到位 而且我们几乎是每天的生活非常有规律 早晨吃饭了 完了今天就学唱歌 完了要健身操 出去溜溜玩 再就上菜地里干点灵活等等吧 反正这就确实是好多老人嘛 不是我一定说 希望就是没有来圣泉居住的老人嘛 希望他们能来体会体相 就是平时有一个头疼脑热 这个小身体有一个小毛病的话 你感觉咱这儿的医疗环境怎么样 咱们圣泉养老院有个 那叫幸福家园的护理院 这护理院嘛 就是为老人服务的一种机构 就是说你有病啊 有个头疼脑热啊 或者说你需要用药啊 就是简单的一般的常见病 多发病啊 他都能给你的很到位 只要你医院呼叫器 随叫随到 不超过五分钟 像我们这块有一个姓杜的 杜芬芬 他这个脑血酸的 他有当天在去年的春节期间 就突然发病了 当时就是邻居马上就叫了 跟医院的打招呼 马上就送到医院了 而且抢救的非常及时 而且现在病情也有所好轮 上午已经九点半了 阿姨她是一个老股民 所以呢 她要开始忙活她的股票了 然后叔叔说 她上午也要去她的小菜园干点活 我就陪着叔叔一块去看一下 看看叔叔的小菜园 这是老张头的 他种地种得好 你看长得好 老张头谁啊 张七喜 现在如果人家来入住的话 还给分 但是远了往那边分 远一点 太来太有 不是说这次分完了不分了 据说是今年要重新分 因为啥 有走的 有走的还有没有地的 要重新打乱分 这还不太清楚 范是来的都每日保证你有一块地 只要是想种地 只要是想要 想种就有 但是在这边有 地是有 他家的地 他家地种的不错 于大哥种的白菜 感觉很规整这个小园 他这个整的挺好 他家地种的好 他勤快 这就是鱼敏汁 就帮咱们做手指钞 那个大姐 哪块是你的 这块就是我的地 这就是我种的 这个是我种的两栋萝卜 四栋白菜 还有这块有一点茄子是我的 这就是我的一小块地 从这块到这 大概这个白菜能长一二百斤 就这些白菜有一二百斤 有一二百斤 因为啥呢 它一颗都长七八斤 这萝卜一个也长三四斤 你看这点白菜 这点萝卜 一冬天我吃不了了 我还要给点别人 现在我吃哪呢 就是这个茄子 辣椒 这是我的 这是茄子吗 这不就是茄子吗 茄子好多的茄子 这茄子没摘 吃不了 这小菜园挺开心的 虽然说长不多少菜 但是有个活动地方 每天就是吃完饭了 没事到了小菜园干干活 挺开心 我们管的叫开心菜园 确实不错 来这什么都能传 咱跟养老啥事都能骂 挺好 真不错 好了 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关注我了解更多 词曲 李宗盛